北道苏道纷争再起 道乡村饼店能否共存 原标题 北道苏道纷争再起 道乡村饼店能否共存 多年来 北道和苏道的商标纠纷不断 其中一起纠纷源于2017年1月26日 北京道乡村公司原引其注册的第101万1610号 道乡村商标及第346万9256号道乡村商标 对苏州道乡村公司注册的第702万5805号道乡村饼店商标 向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 提出无效宣告请求 中国商标网显示 素征商标由苏州道乡村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于2008年10月29日申请注册 后核定使用在第30类糕点 面包 月饼 饼干商品上 记者注意到 北澳素征商标与饮政商标是否构成近似商标 二者共存是否会引起相关公众混淆 原商评委 梁审法院的意见有所不同 就该案而言 素征商标已经获准注册并大量使用 其余引证商标 义均拥有各自不同的消费群体和对象 相关公众已在客观上 能够将相关商标区别开来 二审法院判决进一步明确 该案审理考虑了北京道乡村公司和苏州道乡村公司双方各自历史发展 和各自商标使用情况 因此认为应当尊重业已形成的市场秩序 尽量划清商业标志之间的界限 如果双方围绕着道乡村字样 继续申请注册新花样商标 并针对对方的已注册类似商标反复提起异议 诉讼等将对业已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 造成消极影响